好 大家午安 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的議例到一下 以新年度的第一天 我們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這個台灣新的政黨 你知道嗎 台灣民眾黨 其實台灣民眾黨 這五個字就很有意義 我們以台灣為名 以民眾為本 什麼叫以台灣為名 你知道 坦白講 台灣不管在歷史上它非常的多元化 因為我們在歷史上曾經從 荷蘭啦 西班牙啦 然後這個明政 就是鄭成功 然後到滿清 然後再到這個日本 日本統治時代 再到國民黨時代 再到台灣的民主化 所以在四百年的歷史 其實台灣也經過不同的這種文化 那另外一點 台灣的地理位置 也非常的多元 我們三千公尺以上的山 就有兩百多座 所以我們從溫帶 甚至到墾丁的這種熱帶 都有 所以台灣的生態 地理環境跟生態環境 也非常的複雜 事實上我來自的台北 我在台北 台北是一個移民的城市 其實放大來看 台灣何嘗不是一個移民的社會 所以不管從歷史 從文化 從生態 從地理 我們都是一個很多元的社會 所以如果在一個多元的社會 其實最重要的精神是什麼 共榮 所以我為什麼台灣民眾黨 一開始用台灣為名 你知道 其實在這個地方 我跟你說 就算是外省 第三台也變台灣人 在這個地方多久 你知道 所以在台灣 我可以這樣說 如果統促黨 那我不敢說 可以說 我們台灣人 97%以上都算台灣人 所以在台灣人裡面 要分出說 這是敵人 這是朋友 這是不需要 所以 我做台北市長 我在政治上 最大的成就 是什麼 共榮 我跟大家說 我的市長 我的局長 我的新黨 跟民進黨 農夫 我的三個副市長 你知道嗎 以前是最福自強的副市長 所以這是國民黨來的 黃山山 這是秦民黨的 這是盆振森 你知道嗎 這是以前 謝長廳 台北的 你知道嗎 在成績的下 在處境的 所以你看 我三個副市長 有國民黨 有民進黨 有親民黨 再來 這三個 一以前在台中 一以前在高雄 還有一個在台北 你看 這個意思是說 在台灣這個社會 你知道嗎 其實我們是可以 和平共存 可以說共榮 你知道嗎 所以不需要 在台灣的社會裡面 還在分說 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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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共榮的社會 既然台灣的社會 是如此的多元 你知道嗎 我們就要把握這個 把這個優點 能夠把它發揚光大 所以 台灣民眾黨 以台灣為名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精神 就是我們台灣 就是要做一個主題 所以 以前 我們在台中 有一個立法委員 候選人 謝文青 他跟我說 台灣的歷史上 政黨輪替最多的是台中市 就是國民黨 民進黨 換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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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 他說 國民黨在做市長的時候 他會強調 民進黨的 不敢 一個也沒有 民進黨在做市長的時候 他會強調國民黨的 一個也沒有 但是 我們台北市 國民黨 民進黨 親民黨都可以 新黨 國民進黨都可以 台北 台中 各用都可以 台灣不是一體的嗎 這不是可以做得到嗎 所以 我們台北市 你知道 我們台北每年 有開災節 五萬名的回教徒 穿著傳統服裝 對著賣家朝拜 我也讓他做 我們辦得很損失 我們每年十月 十二萬五千人的同志大遊行 也是很損失 所以 表示共融 可以變成台灣社會的一個特徵 我認為 政府在台灣可以和平 可以研究 所以 我非常反對 台灣社會 民民的社會 民民的社會 叫台灣 還在分農 敵人的朋友 統的肚子 不需要 我跟你講 我剛才說 就算說 你外星人來這裡 第三台 你台灣人都來 所以 台灣民眾黨 以台灣媒民 會做一個意思 我們要建立一個 共融的社會 什麼叫做 以台灣為名 以民眾為本 我還要說 政府是要改善人民的問題 政府不是改善問題 法見問題 還最重要 政府不要製造 自己製造問題好不好 所以 我們需要一個 解決人民問題的政府 所以政府存在的目的 是解決人民的問題 還有一項 政治要落實在人民生活的每一天 我剛才你們台南 我剛才跟你們說 我有在看數理 你知道 其實 以人口數來計算 平均車禍死亡人數 最少是台北市 我發現 最高的 我印象中 是台南市 所以我們在台北市 你知道 航空來 有綠色人行通道 你說 哇 這台北什麼偉大的建設 沒有 但是有 有畫綠色人行通道的項 要理你知道 理 車禍死亡人數 第一年一港 四十七% 第三年一港 十十% 所以 政治 不要說我整個月 整個月 你知道嗎 政治就是 讓人民 快樂 安定 安全的生活 所以我在說 如果以人口數計算 台南市 是全台灣 車禍死亡人數 最多的地方 這個表情說 這個所謂的交通要改管 其實交通要好 沒那麼困難 斑馬線 尾號好 頂重合好 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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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簡單 每次發生車禍的地方 我們用Google Map 給它點出來 然後 熱點 發生車禍的地方 解決掉 所以 這段時間以來 台北的車禍死亡人數 很明顯就下降 我常常說 你政府說我 整個月 你老百 老百 老百是叫車農事 他不會怪政府 他說我運氣壞 但是我告訴大家 不對 老百姓被車子撞死 其實政府有證明 這是政府可以處理的東西 但你個人 你不知道 但是你如果去做統計 你就會說 這所謂車的比較多 這所謂要改管 隔期五年 我們台北市就這麼處理 我們車禍死亡人數下降 但是我後來發現 台南市的車禍死亡人數 以人口數來計算 全台灣最高 這不是要解決的問題 所以 這所謂要跟大家說 其實政治沒那麼困難 認真做就好 面對問題解決問題 更重要的 政府拜託你自己 不要製造問題好不好 所以 我們這邊 出來選議 台灣民眾要進行國會 三大主張 第一 公開透明 我跟你說 我做台北市長五年 你們還不是在看Coin節目 你們看到台北市長 抓到什麼閉案嗎 沒有 公開透明 這樣就好了 古早時代 我做台北市長的時候 整個台北市長案 美和市大巨蛋 松菸三創 雙子星 新生高案 花博案 什麼 富邦案 還有什麼 幾磚案 我跟你講 我最市長五年 聽到有什麼案 什麼案 國民黨 民進黨 不是拿放大證來看 拿電子行為證來查 查 沒有 沒有提示 你是要怎樣 公開透明 就改改了 阿伯講開了 這個可以免行銷 我才會幫你照 第二 這個真的要留意識 所以 不能再留子孫 我跟你講 台灣的公司 95%才賺錢 為什麼我們台灣的政府 95%才了錢 大家的債務 都走孫 所以 絕對不再留子孫 我們建立一個好的財政紀律 我跟你講 台北市政府 柯文哲最市長 可以五年行五百七十億 你們整個台灣是在賓什麼樣 所以 我怎麼會特別高雄就是這樣 高雄不管你少欠2千 4百億跟3千 都一樣 我跟你說 2千4百億跟3千 3千去炒什麼 都大欠 那錢開下去 我跟你說 不可以再留子孫 所以我們財政紀律 第三 國家治理 國家要好 你知道 教埔來就好 比較有討論 按照科學 要講數據 講科學 要理性 要務實 要對話 所以我告訴大家 人家說 人家說 你最市長 最五年行小行五百七十億 你哪裡 你想要最高 我跟你說 三個關政 對的事情做 不對的事情不要做 認真做 說完 他說很簡單 我說現在的政府 對的事情不做 不對的事情一直做 然後又很懶惰 就是這樣 屁股要死了 11點也不在起床 不好 所以我告訴你 整理沒那麼困難 但是我們在哪裡 你知道 對的事情做 不對的事情不要做 就認真做 難在哪裡 我跟大家講 堅持 我老實跟你說 我曾經在台北 在看年 你知道 知道去爬小英 爬小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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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Phillip 所以 爬小英 爬小英 爬小emption 爬小 爬小 各位說實在 我跟你說 沒貪污就贏他了啦 沒貪污就贏他了 贏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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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到嗎 沒貪污就贏他了 我跟你說